那我们的物资资源的来源基本上就在高雄港 我们的钢铁、石油、铁、最大的来源进口都在高雄 所以我们选择高雄来办理这一个港海水平地论坛 台湾是事业废弃物回收率较高的国家 有其他国家遇到废弃物处理的问题 希望能从台湾的经验中找到解决办法 经济部规划先从提升中油、中钢、台电、台糖等国内龙头企业重要物料循环出发 透过资源的再利用有效缓解废弃物与污染问题 将循环经济落实到各个产业当中 并且借由论坛让400位海内外参与者能够深入理解与交流 探讨循环经济趋势下的新契机 找出适合亚太地区的循环路径 记者陈静在台北报导 掌握更多即时新闻 请上www.hitorradio.c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讲什么时候去说 你看起来很像一个大baby 大baby 对 有人这样讲过吗 因为你是不是拍过奶粉的广告 小时候 对跟你小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 你长的就是那个婴儿的那种 就跟我小時候長的還是一樣 對阿 一個寶寶的樣子欸 而且很久沒人叫我寶寶 我蠻開心的 歡迎你今天來 謝謝 謝謝 而且是帶著新的專輯 嗯 對 Joanne Baba 我好想看你的蓬蓬頭 所以你本身頭髮就是很濃密嗎 其實我頭髮很多啦 對 但是最近那個沒有去補燙啊 所以髮根有點直了 長出來了 所以我現在都戴帽子 那你就是本身就很喜歡很復古的一些東西嗎 其實我有喜歡 但是我又會覺得大家現在 因為可能看到我一些作品啊 然後可能看到我髮型 就直接把我所有的作品都當作是復古風 對對對 所以又會喜歡新潮的東西啊 我也會看一些時尚資訊啊 我也會喜歡聽就是很酷的 很炫的新潮的歌這樣子 那你最近在聽誰的歌 像你剛剛有放那個Anderson Pack嗎 對 其實我也蠻喜歡那一首歌的 那一首單曲 很好聽很酷 我很喜歡它 然後最近在聽一個叫做摺板Youtai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到它的 它最近出了一張專輯日本人 叫平成 然後最近會來台灣表演 喔好我等一下回去找來聽聽看 最喜歡聽人家最近在聽是我們的東西 那你最近在聽什麼 我最近在聽 我最近沒有在聽 因為我就是在錄我的新專輯 所以就要先隔離一下對不對 就是在弄那個新專輯的東西 對啊 好先不要扯到我 哈哈哈哈 因為今天的主角是你 我很喜歡這首歌 你朝我的方向走來 謝謝 對然後 然後 因為之前一開始 最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聽到你和別人feature 嗯 嗯 那時候你跟流亡第一首歌 陪你過家旅的時候 國家旅 這女生是誰 怎麼怎麼會 我那張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記得 妳要來留言 她去留言喔 然後我就很開心這樣 超級喜歡的 謝謝 就覺得怎麼會有人唱歌 這樣她聲音怎麼會這樣 謝謝 就是有帶 就是那個東西裡面是有 有灰塵的 她不是特別乾淨的 就覺得好有想像力的女生喔 謝謝 然後結果就等你的個人專輯 等超久 對啊 你跟別人feature的 都可以 可以做一張專輯 都可以發一張專輯 對 因為那時候 一開始就想說 要跟大家合作 因為之前的創作很少 然後就藉由跟大家合作 訓練自己創作能力 所以在那些合作當中 我都覺得 我還不夠 應該實力還不夠 可以發一張專輯吧 結果被大家一直推 趕快發 趕快發 我就還是慢慢的 就做出一張專輯了 那創作這件事情 對你來說 是困難的嗎 一開始我是覺得非常困難 因為小時候就喜歡唱歌 但是就一直都沒有什麼能力 就是創作 就是那種尷尬 就是 不管它是恐懼 還是覺得 不管寫什麼 唱什麼 做自己寫出來 都很怪怪的 那個語言好像就是 沒有找到 對 知道我去紐約念書以後 我才比較有信心 就說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口吻寫一些東西 那你那時候第一首創作的歌 你現在還敢回去看嗎 第一首我高中有試過 唱作過一首歌 好難 應該很難聽 然後只有給我的高中同學聽過 然後他就說啊還不錯啊 然後就知道應該沒有很好 還敢啊 就給同學聽的應該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朋友聽而已 對 對 好酷喔 對我們今天除了有我們兩個 就是線上的那個 就是廣播聽 只聽得到聲音 你看那邊有一台 有有有有 直播 直播 所以如果想要看到 那個Joanne爸爸本人的話 可以上我們HitFM的那個 Facebook的臉書 臉書粉絲團 臉書粉絲團 臉書專業 對 然後就可以看到 Joanne爸爸 還有我的一點點側面 對 可以跟大家say個hi 嗨 嗨 大家好 對啊 好的 剛剛有講到 創作的東西 嗯 那那你花 其實你 像一首歌你是那種 很快就寫出來 還是就是 是很 碎碎碎碎的 我覺得我算是那種 靈感來了以後 或是我知道主題要 要寫什麼的時候 我就可以 在短時間內就把它 趕快寫 記錄下來 做文型的那種嗎 我是做文型 完全是 要先給你題目 我就是會想像一個主題 我想要 就是想要想像這件事 OK 那我就開始寫 然後我可能會 像寫日記的寫 然後再去 再去 刪改啊 然後怎樣會比較 你知道精準的表達我要說的事情 然後我再去想 曲 然後再想說 喔和弦要怎麼彈 喔所以你是先寫詞齁 對 真的嗎 對啊 因為我覺得曲相對來說很難寫 我也覺得 無中生有 因為我可能我沒有那麼會樂器 所以我不會 就是直接拿樂器來直接彈 然後就彈出一個很美妙的旋律 有時候還是很很唱唱出來的 嗯 我覺得這樣就很好了 因為如果你會樂器 然後會和弦 它就會被限制住 就會一開始就想說 我要怎麼樣和弦進行 比較複雜就是 對所以不用 就是 反正那個和弦就交給會的人去弄 你就唱你的就對了 這樣東西比較自由 對 嗯 所以你自己最喜歡的音樂是爵士嗎 其實我覺得 我喜歡爵士 但我真的也喜歡很多不同類型的 嗯 像我小時候就是聽華語流行音樂嘛 對 然後到 反正 生長過程中 就開始聽一些創作歌手的東西啊 當然也有聽娃娃的東西啊 嗯 然後還有 後來就開始聽一些R&B Hip Hop 嗯 其實就是各種 可是我可能 我比較少觸碰到的就是 Folk Music 跟 就是真的那種很冷的電子音樂 嗯 但其實我大部分就是 就是一個喜歡聽音樂的人 所以我會盡量多聽這樣 但總覺得你好像可以把 好像還是可以把他們駕馭得很好 雖然就是聽完第一張就覺得 好想知道你下一張完什麼 哈哈 對啊 我覺得還蠻多東西想嘗試的 嗯 是喔 對 是什麼 是什麼嗎 就是不要再做那麼多風格 風格完整一點 哈哈哈哈 或者是我蠻想要跟一些 嗯 做的實驗電子的啊 或是真的就是實驗爵士的 我想要一個很走一個很偏的 但現在因為大家還是覺得 我的風格還是有一點 考量到大家都喜歡聽原本的 feature的決定爸爸那個類型嘛 所以我也是要慢慢的花時間去 轉向到一個比較深冷的一個角度 但我覺得都蠻值得嘗試的 嗯 那你之前去 嗯 紐約念書的時候 一開始不是唸音樂 一開始我是去實習 然後是服裝的實習 因為我在台灣唸的是服裝設計 嗯 對然後去實習以後 就接觸到很多音樂的表演者啊 看很多活動啊 然後我就覺得欸 好像可以不要再唸服裝 我本來是打算是去看服裝學校的 嗯 後來就決定唸音樂 之前都沒有什麼勇氣這樣 很煩嗎服裝 服裝也不會很煩就是 欸其實蠻煩的啦 在唸的時候就是每天在哭的那一種 就是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就是 因為我們是要實做的學校嘛 自己車衣服啊設計啊打扮 對所以我覺得如果沒有那麼大會更會那麼大的熱情的話啊 可能就會覺得辛苦 相對做音樂應該也是這樣子吧 如果沒有那麼大的會更熱情天分也會覺得很辛苦 所以你去實習服裝多久的時間然後決定好我要去玩音樂了 其實也才半年的時間 但是我是從這個產業實習以後就發現我自己好像沒有那麼擅長 我也沒有那麼想要把它當做人生的職業 嗯 對然後我那時候就在尋找人生職業 其實小時候一直都很想要成為歌手 但是就不太敢 大明星啊 對對小時候就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在回去看 做這段專輯回去看我小時候的影片啊 跟家人對話 我就還滿感動的看到那一段 就是說我是大明星 知道嗎這樣 我那時候聽到是哭的 我就覺得說為什麼 就是長大的人沒有這樣的勇氣 小時候可以那麼直覺說出這些話這樣 好可愛喔 我小時候幼稚園的時候 我就跟我奶奶講 奶奶我跟你說我以後長大要當歌星 哈哈哈哈 沒有歌手這件事情 那時候叫歌星 歌星 然後我就說我要當歌星這樣 然後好像也沒有什麼人理我 好可愛 然後呢 就是一路一路 我就真的要當歌星 我就是要唱歌啊 然後我就 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一直在我的那個心裡面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 然後我就覺得你知道身為 就是我們來到地球當員啊 對 他就是真的有一個任務欸 對 你看你小時候就知道了 然後我小時候也知道 嗯 然後當你決定就是 你可能就是 好算算先放在一邊 對 你先去做別的事情 沒有 還是會回來的 他就會把你把 拉回來 真的 然後我想要放棄很多次 我每次要放棄的時候 就是會 會有某個力量把你拉回來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好好的把唱歌唱好 就不會樂器也無所謂 什麼和弦不會 就算有人會啊 太好了 我現在有一個新的想法 我現在有一個新的想法 真好 就是你聽那麼多 就是自己喜歡的 我就 就是朝自己喜歡的地方去就好了 然後現在聽到的這個是 我剛剛有平庸之上欸 我們既然聊到平庸之上就是愛情語 對 為什麼專輯要叫平庸之上 恩就是又會回推 就是到我其實 真正的個性 可能大家之前看我feature的歌 就覺得他好輕鬆喔 好chill喔 自在這樣 但是其實我是一個 麻尿都會說我是一個很ㄍㄍ的 每次看到我就說不要那麼ㄍㄍ好不好 不要那麼ㄍㄍ好不好 就是我對自己要求蠻高 然後就也會自我懷疑 就很常會是自己打壓自己這樣 所以平庸之上是一個代表說 我可能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就成為歌手這件事 一直都不相信喔 就連我feature完以後 我也不覺得我可以出一張專輯 但是這一次這樣的完成 有點像是一個完整的 然後終於我達成了一件事情 我可以告訴自己 可以再往前來 你看你可以欸 對 對對就是這種心情 嗯 所以平庸之上就是這樣來的 對 嗯 那在 你在專輯裡面很多演唱的方式 就是你好像對自己要求很高 所以你是那種會一直唱 哇不行再一次 我可能會錄完之後 可能過敏多久 我想要再來一次 我不太像是這種人 因為其實啊 雖然對自己要求 但我覺得我那個要求是跟 別人不太一樣的 我是比較想要說 概念上的要求 嗯 我覺得錄音 其實我到現在都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 它如果在就在 它有就有 嗯 就是它不會 因為你錄了很多很多遍 它就會變成完美 因為就是這個 嗯 可能一階段一階段的 歌唱能力就是在那邊 所以我就對這個 我不強求 我覺得只要當下 我把我能力裡面做最好的就好了 嗯 但比如說像裡面專輯裡面有 就說生日奈 然後我在重新做編曲嘛 對 但是重新做編曲 我本來要重新錄那個Vocal 但後來我覺得原本的那個Vocal 就是爛爛的用我自己的家裡 麥錄的 那是最好的 嗯 然後所以我會堅持那一件 就是說 我就是要用它原本的那個感覺 然後甚至有一點你知道 雜音啊 破音啊 我都會寫 然後甚至有一點奏音啊 我都覺得那是我堅持 嗯 對 我覺得這樣才有味道 嗯 小姐姐你剛剛 為什麼讓我們空閣這麼久 有 你是要進廣告嗎 還是我 你要進廣告 好那我們進廣告 我是南部Happy DJ Jessie 來 跟我一起聽廣告囉 欸 你有看到加山嗎 蛤 誰啊哪個加山 好但是這邊其實聽得到你們兩個聊天的 欸 你們兩個有在後面偷偷聊天嗎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我來看看有沒有人問 你怎麼問 欸 小姐什麼叫做跟娃 是兩個世界 為什麼 我覺得我們還蠻像的啊 什麼意思兩個世界 嗯 什麼兩個世界 什麼意思 就是很 其實都很好 很 就是 很棒的 就是比較 比如說我們比較驚靜 她說也很壓抑好不好 蛤 哈哈哈哈 我一個比較驚靜的時候啊 她就是比較驚靜 然後你第一次 你知道 從外放 你說從外 就要驚靜 從外表上就看得出來 我去別人家電台當嘉賓的 白癖這種 我也是驚靜 哈哈哈哈 對啊 你看她的頭 我這樣會剪很久嗎 不會啊 很好啊 很 很 很厚欸 對 我頭髮很多 那你穿頭髮會吹很久嗎 吹很久 會生氣嗎 對 那你又生小孩很久 你說要幫別人吹嗎 發小朋友吹 吹掉你 什麼吹掉你 吹掉頭髮 然後你就是那種 不用擔心的媽媽 但是什麼 就有腰啦 但是我覺得 我放最近房子 我放棉子 前額 前額 前額就已經往後退了 那你趕快把我忘記了 那你趕快把我忘記了 這件瀏海 哈哈 來囉 有聽眾問說 你的那個intro 大明星那個時候是 大概是幾歲 我估計 因為我有點不太確定 因為有點不可考了 應該是 兩歲左右 兩歲半 兩歲半的時候 據我爸媽說是兩歲半 那你爸媽那時候 有給你什麼樣的feedback嗎 我記得我爸就說 喔好啊 那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我爸就冷漠記錄型 一直在記錄說 好很好 還有什麼話要說這樣 那你現在 就真的變成歌手 真的創作真的發了唱片 那你爸說什麼 我爸都會跟我說 喔你好棒喔 我最近都聽你那個音樂 然後你上次演得很好 聽那個錄音這樣 就反而是 現在變成鐵粉了這樣 喔已經變鐵粉了 欸那你有兄弟姐妹嗎 我有弟弟 那她也有 那她的志願是什麼 我有兩個弟弟 嗯 他們啊 一個是做設計相關的 然後一個的話 他就現在在念研究所 喔 所以都是跟音樂沒有相關 但是他們都還是很支持我 都是 全家都是你的鐵粉 對 就是只要我有工作 就是我會呼朋引伴 然後就呼喚我的弟弟跟家人 都來幫我這樣 所以他們都很喜歡你的音樂 欸我覺得他們這個支持 好像是喔 但我爸媽一開始有點聽不懂這張專輯 嗯 但越聽她就說我越聽 喔越來越發現 我喜歡這首我喜歡那首 所以其實有時候 歌是需要一點時間像話 那他們有最喜歡的嗎 我媽說每天早上都有不一樣的喜歡 有時候喜歡愛愛 有時候喜歡浪費時間 然後就改來改去 對啊 好可愛喔 就很認真 表示他們有認真聽耶 有有有 然後她喜歡 她表示她今天早上心情怎麼樣 她就選另外一首來聽 對對對 欸我覺得今天這個有特別的地方 嗯 喔好可愛喔 怎麼會這樣 好棒喔 我看一下喔 小ị 我現在就知道了喔 你要看那個另外一面的話 就來看表演 我覺得還好啊 其實還好啦 對啊 可是現在就夜深了吧 就變成夜間模式啦 所以你是晚睡的人嗎 其實不太會欸 晚睡是那種三四點睡是晚睡嗎 我沒有我沒有 現在就是容易累了 早一點睡 好我們聊回專輯 竟然聊到睡眠 這一次的專輯有找那個Yellow 啊對Yellow 對就是黃瑄 跟她合作起來 其實我一開始 會認識她是藉由網路 我聽過她的音樂 然後有一次我就去看她的表演 一個小表演 然後我就說哇這個人 她現場表演功力啊 groove啊 就是很有魅力一個人 然後那時候就是因為酒頭生日奈 我要重新做編曲 我想說要找誰來製作咧 然後我另外一個producer 就是推薦說我覺得黃瑄很好 你試試看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我沒有跟她合作過 我也不知道她的就是創作功力 應該說編曲跟製作功力怎麼樣 但我就想說我就賭一把 因為我喜歡她的表演 所以我有點都是這種造感覺的這種 我覺得我相信她 然後就做出來新的版本就有生日奈 然後她在跟她工作 其實可以感受到她 是一個工作狂 就是她真的是沒在睡覺 然後一直就是不斷的改 不斷的改 然後就算我可能是在 跟她不同詩區 我可能去美國 然後她就說 欸我改了一個新的版本 你聽一下 那時候已經是早上四點了 早上六點 我說你有睡嗎 她說我剛好睡一下 然後我就想她應該是八成沒睡這樣 跟作狂 那你自己當製作人 然後製作自己的專輯 所以你自己最強調的東西 就是那個原來最初最初的 那個感動跟氛圍 那有沒有遇到什麼樣子的困難 就是 總是自己在做自己音樂的時候 會有盲點 對 應該其實還蠻多困難的欸 就是 我覺得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因為會有一個習慣慣性說 要該怎麼唱 該怎麼寫 內容要做些什麼 但是就是為了要突破 所以就不斷的試一些 一些新的風格 或者是說 因為我太貪心了 想要展現說 我喜歡這個我也喜歡那個 在這張專輯的統合當中呢 就比較沒有像一般那種 可以 可能聆聽是非常順暢的專輯 它有各種風格 但我又 就是反覆的思考 覺得說這樣其實也是一個 蠻好的展現在第一張專輯 它有各種類內容 對 現在聽到的這個就是 九頭生日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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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 那你剛剛為什麼要直一下電腦 因為剛才有那個 要咪過去 第一張要咪過去 要變成浪費時間 我聽到了 哈哈哈哈 登登登 你嚇嚇 哈哈哈哈 那 那 你自己如果要給自己的 好 我們單如果創作 為自己的創作打分 好 十顆蘋果 十顆蘋果 滿分是十顆蘋果 你要給自己幾顆 十顆蘋果啊 我覺得這真的很見仁見智欸 但是我 我當然是因為 自己喜歡這些創作 我才會把它發出來嗎 如果真的就很爛 自己覺得很爛 然後我覺得不會發出來嗎 嗯 所以我應該給自己一個 因為要有一個 你知道 新人的那個 謙虛 七點五顆 七點五顆 會不會太高 不過我覺得很好啊 七點五顆OK 那如果是這張 就這張專輯 嗯 你剛剛是我說 從創作的部分 對 因為你除了自己是歌手之外 你也製作自己 對 那如果你製作人 製作人喔 製作人這個就是我要更謙虛 因為我真的沒有這樣經驗 唉 給自己個七顆好了 也才少了半顆啊 好 我覺得很好 可以有這樣的那個嗎 就是這樣 自己勉勵的那種 心情 當然可以 就好想知道 那剩下三 三點五顆三顆 到底在哪裡 所以 可能 肚子會吃掉 下一張專輯 會出現三顆蘋果 呵呵 那娃娃第一張專輯 個人專輯的時候 嗯 那時候給自己 回想 嗯 你覺得給自己的評分是怎樣 換我自己個人第一張的時候嗎 嗯 我那個時候很淡欸 唱的超淡的 所謂淡是怎麼意思 以前在自然捲的時候 顏色比較鮮艷嘛 形狀很明顯 然後到自己的時候 我開始有點不知道怎麼辦 嗯 然後 因為換了一個日本的製作人 嗯 然後也換了一個不一樣的唱片公司 然後我又還摸不清楚自己的形狀 嗯 我可能沒有像你非常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嗯 那當然就是 喔好我喜歡這個啊 把這個放進去啊 嗯嗯嗯 但我自己喜歡的東西都超級 偏的 像是怎麼樣 嗯 譬如說 那個時候 就因為很喜歡夢的芽朵 對 夢的芽朵 然後所以就找了他們 嗯 然後那個男生就當製作人 嗯 所以他就是喜歡 清清淡淡淡柔柔的東西 嗯嗯 但 那就是我聲音的 其中一個部分 嗯嗯 所以我沒有把 所有的自己表現出來 嗯 對 那你會覺得 大家就會一直把你放到 好我現在變成那個 主持人了 哈哈哈哈 會覺得 大家會把你一直定義說 啊 我要唱一些輕人的東西 對這個你的想法是什麼 那就是我喜歡的東西 一部分 但是我 我還可以再唱得到別的 嗯嗯 但 那你呢 你的下一張會不會還有更多 其他的自己跑出來 一定會有的 對啊 我現在是盡量就是 看淡別人給我的一些標籤 因為就是 我覺得大家有各自定義的方式 但他不一定可以真的知道 背後創作的動機是什麼 嗯 嗯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你聊天 謝謝我啊 而且我覺得你那MV裡面 我覺得你好會演戲 我希望可以之後 可以看到 因為當大明星不只有唱歌而已 還要演戲 全方位這樣子 對對對 我希望之後可以看到你有 好我努力 很不一樣的作品 我努力 謝謝娃娃 謝謝Joanne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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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會說 不像 不像 林一虎脖子很長 阿姐啊 阿姐 然後還有 以前 石頭髮的時候會說 像 林一辰啊 各種 各種 我們的朋友啊 然後你的朋友啊 你的同學啊 你自己啊 太多了 你好像誰啊 你就不常被這樣說嘛 大家都知道你是娃娃 但大家就會說 你好像我的朋友啊 我想 就我還沒有 當內部是大家 真的明確 就說他就9M88 他就9M88 沒關係 因為你才發第一張轉 然後也知道 發到第三張的時候 欸那個你好像9M88 好 希望 好 很期待你之後的 謝謝 很期待 很期待 我來看還有什麼 等一下問你問自己 喔 有人是 我是香港人 爸爸什麼時候 再來香港表演 很快喔 幸福期待 很快喔 經紀人點頭 好喔 好喔 香港的朋友 期待一下囉 好喔 嗯 好 好的 還是好的 沒有啊 現在還有什麼留言啊 有啦 有人說我想看 我們兩個製作啦 你現在都沒有跟女生 你還沒 都跟男生 對 目前 你有跟一個 但他算是製作人 然後他是一個北京女生 那首歌就好像比較深冷 所以大家都沒有出過 這樣 喔 在我的Youtube上面有那個MV 可以看一下 我的 那首歌叫做 AirDog 空氣 娃娃 空氣娃娃 空氣娃娃 空氣人形 空氣人形 對 好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之後可以跟 跟爸爸合作 然後我們就會 我有深冷 深猛 讚啦 讚 爭仙啦 對啊 好請進去 請進去 拜拜 拜拜 拜拜